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的毛线的勾针 但是它呢完全是不需要用到我们任何的一个工具 直接用到我们灵巧的双手就可以啦 这边呢可以在它的包装上稍微的看到一点点 它最后能呈现出来的样子 我们的毛线基本上全都是这种小的挂耳 然后在它的耳朵上呢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啊 还有它的小耳朵啊等等 它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都已经是混合了起来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有它整个小小的 我们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呢是100%的人造纤维 然后里面呢也是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小的这个线球 当然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线球就已经是足够啦 我们会再来看一下 那我不确定的话呢是它的这边是不是真的是 呃我们的7号勾针也是可以在上面去进行使用的 但是我觉得它这类的话呢7号勾针就已经是够用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还好 我不是特别的确定 我不是特别的确定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来数它的一些小的这个针角 大概数它的这个小的小环 12个小环 从16倒过来呢 那这样的大概就是12个小环 我们这边呢可以再看一下它的一个蓝色 这个蓝色还有它的粉色之间 我们可以这样把它呢给它绕过来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固定好了我们的第一排 我们再来过来 现在我们这边还有一些的它的小的小环 现在呢也是我们的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 第八个 第九个 那我们每一排呢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办法 去把它全部的慢慢的给它拉过来 现在这边是我们的最后一个 再把它拉上来 那我们的第一排呢就已经是做好了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是有一点点宽了 我觉得我还是把它拆掉 然后再来跟大家看一下能不能 给它只是变窄一些 我们再来试一下 八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它的一个横排 这边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次尝试 好了这里是我们的八个 八个小的小针 我们可以把它下面的再给它数过来 我们可以把它下面的再给它数过来 这边呢也不要忘咯 哦 我们可以再给它数一下 好了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宽度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那我们可以再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接下来呢这个是怎么给它做呢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再把它这边再给它架过来 我们这边呢是要从彈的右边开始 然后我们这边呢也过来了 好了那这边呢刚好也是有八针 没有任何一个被忘掉了 我们这边呢是有小小的微型 它的这种小的这个勾针的方式也是特别的简单 然后它的高度呢我们也不需要去 给它小心太多 我们可以再把它拉过来 这边呢是我们接下来的一排 这边呢是我们接下来的一排 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这边还可以再给它拉回去 我觉得它这边呢这个小的环呢非常的棒 然后手掌也是特别的好 它的结构也是特别的漂亮 我们现在呢可以开始来准备我们的下一个咯 我们现在呢可以开始来准备我们的下一个咯 非常非常的酷 那我们现在呢是要把整个的线卷去给它 再给它全部都织完 然后呢我们这个围巾的宽度是我们的八个 八个这个小的线卷 然后这边呢也没有多余的线 好了那我们这边呢 只是剩下来我们这个 剩下来我们七个小的线头 我们这边也是织不了一排了 所以先跟大家展示一下 这里有它的一个粉色 旁边呢也是非常的不错 旁边呢也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里呢也不会长各种各样的小毛毛啊 或者是整这个 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毛边啊之类的 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展示一下这边 这里呢是有它的一个 非常的流线型的小的V型的一个图案 那我们这边呢也是会慢慢的去给它拉过来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围巾的一个大小和一个规格 我觉得它的样子呢也是臭别的可爱 颜色也是臭别的好看 我们可以把它做的更加的宽一些 做成我们的单个的 我们对于我们的小朋友的来说的话呢 这样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的话呢 这边是用了非常非常的开心 用起来的话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好 如果我们这边呢是给我们小朋友孤知的话呢 小朋友也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呢在这边去给它 一起来试一下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这个的话呢也不会特别的难 感觉呢也是特别的简单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是把两个再给它拉过来 两个相互的去给它呢放在一起 也是特别的可爱 只要把它拉过来就好了 这样的话整个就已经是被保管好咯 这边呢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位置 这里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小的线团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给它先拉过来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给它先拉过来 整个的就已经是做好了 这样的话呢那我们整个的围巾就已经是做好了咯 非常的柔软 感觉它的手感也是特别特别的好 对于我来说的话呢 我会给它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我觉得它这个线的质感呢也是非常的不错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给我们一个订阅 这样的话呢那我们每天每周最新推出的视频 你就能够直接收看到啦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其他的好玩的视频呢 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